2020年到现在还过了没到一半 但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已经跟以前大不相同了 当然有些网友会觉得奇怪 在这个时候怎么我把嘴巴闭得紧紧的都不敢多做视频呢 其实我视频虽然做的比前一阵子要少 但是从来没停过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好像就不像以前那样子的热情欢迎了 既然没有什么人看 我做的这些有的时候又会得罪一些人 看到有人留的实在是不堪入目的留言 我就决定把很多视频也都封锁起来 不过跟大家这么久没见 实在也很想你们 所以今天的话 我还是做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议题 就是推背图里头的香港问题 在推背图我从第41项 事上都已经解到50项了 有一些我在解的时候就说了 我是非常的有把握 因为讲的大多数是已经发生的事 有一些我就只有半猜半盖 我自己也不知道 可是我觉得既然我已经发现了许多重要的线索 我不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实在过意不去 但是只要有一些没有讲到十足时 哇那个骂人的声音真的是震耳欲聋 不过你们多给我一点支持鼓励 也许我又能打起气来再多做一些视频 在解推背图第41项香港问题之前 必须要先稍微简短的介绍一下推背图 这是1300年前 由唐朝的李淳峰与延天刚所写的 过去的就不谈了 讲到第39项是对日抗战 第40项当然讲的就是国共内战之后的中华民国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立 但是在这图里你可以看到三个人 有人说这表示两岸三地 但大家在这里就解不下去了 因为中华民国在台湾过得好好的 这个诗都还没解完 那我们怎么样再知道未来到底讲的是什么呢 事实上这两位预言家比我们可有远见得多 他早就看出在20世纪的我们不再是一个点一个点的前进 而是许多事情同时并进 所以他的第41项讲的就是香港问题 而第42项讲的是打了70年都没打完的韩战 以及东北亚的战位位置 接下来的第43项 我在两年前就说了 这讲的应该就是贸易战 至于第44项 双语讲的应该是习近平 但是其他的就众说纷纭了 接下来的第45项 大家包括我自己都认为这是世界大战 但是世界大战还没开始 全世界就因为新冠病毒而被打得体无完肤 你们看这像不像两个国家两个武士合力来对抗新冠病毒呢 因为这个太阳 你可以说是太阳 但是更像新冠病毒的病毒 接下来的第46项 我可以说是两边不讨好 两边不是人 当我认为第46项讲的是韩国瑜的时候 我也的确早早就说出了暗暗阴霾 杀不用刀 可是他既然没有当选骂我的人 就像剪刀枪 霹里霹啦 真是把我骂得体无完肤 我认为另外一个可能是李克强 但是这也是被骂得体无完肤 所以我就说那就等你们来解吧 所以这里头讲起来 我觉得最值得一看的就是第41项 第41项讲的绝对是香港问题 就从插图来看 一个武士踩着一个球 这不是球 这是有东方明珠之称的香港 再来看 长诗的第三行讲 99年成大错 讲的是香港新界 99年的租约 短诗的第二行 草木繁殖 繁是繁人的繁 殖民地的殖 这讲的不是清楚的不得了吗 我接下来发现的就更让人惊讶了 大家不知道阴阳反背是什么意思 阴跟阳都是耳朵边 你把他的耳朵反背 从左边移到右边 长诗的第一句 帽而须带雪无头 头的豆子上面加一个帽子 再加上阴阳反背 换了边的耳朵边是什么字 是邓小平的邓 而主导香港回归的就是邓小平 这里提到手弄乾坤和日修 说邓小平到什么时候 他才会终止 对不起 就是香港回归的那一年 1997年 讲到这里 你觉得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等到香港的反送中出来之后 我又发现土的上面 跟日的下面是中国的中 而他这里写的是什么 反背中 也就是香港的反送中 再看最后一句话 称王指河在秦州 你们知道秦州是在哪吗 我不知道这个错到底是谁的错 不过我知道这个错是因为99年的移民统治 已经让香港跟中国有一个无法泯灭的裂痕 至于接下来的天地会亡 我们一直没有解开 这是不是说大家都像瞎了一样 往一个不归路上走 当然身为一个中国人 我不希望中国的苦难再继续延续 但是越来越混乱的局面 让人不由得想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逃避我们的宿命吗 我是王世云 也是神秘杰马克 谢谢你的收看 下次再见咯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